然後後面說了 The Jailer looked down eagerly, anxious to see if his fellow actor had at last learned his lines 這個看守在發揮 他呢非常急切地在旁邊看熱鬧 那麼想特別迫切地想看一看他的演員同事是不是最終把他的台詞給背下來了 咱們看一看這句話的句子分析 這是個重點句 這個逗號前面呢明顯是句子的一個主幹結構 The Jailer looked down eagerly, eagerly是迫切地 Look on是旁觀看熱鬧 非常迫切地旁邊看熱鬧 看看他怎麼反應 Anxious還是急切地迫切的 在這裡為什麼沒有再用 eager呢 再用 eager跟前面 eagerly就混了 其實是同一詞替換 只不過是同根字 這個再用 eager的話跟 eagerly就同根字的嫌疑了 這個 anxious在這裡形容詞短語 後面再推出 形容詞短語前面可以看到省掉了什麼呢 還是省掉 being being anxious在這裡依然是原音壯語 為什麼看中呢 因為他急切地想看一看 if從句當然是做c的病語從句了 急切地想看一看他的演員同事是不是最終把台詞背下來了 這是非為動詞當原音壯語 在前面的 being 被去掉了 我們講了非為動詞和獨立主動中 只要出現 being 一般來說 being 都可以去掉了 這又是老是人的複習 這句中啊重點特別多 咱們先看一看前面那個 look on 這個特別認錯 look on 在這是旁觀看熱鬧 只是看但並不參與進來 這個時候他跟另外一個動詞也可以同時記住 我們大聲在等下 look on stand by stand by 也是旁觀看熱鬧 表示只是看但並不參與 但注意哦 表示這兩個意思的時候後面不能加冰語 一旦加冰語 利死利口就變了 加冰語是什麼意思咱們一會兒來說 這個時候都是誤其誤的後面不能加冰語 比如說 only one man tried to help us the rest just looked on or just stood by in silence 僅僅有一個人試圖幫助我們 其他的人只是靜靜地旁觀看熱鬧 看到了吧 後面不能加冰語 這是旁觀看熱鬧 甚至我們說旁觀者直接可以構成兩個名詞了 把這 on 和 by 放在前面去後面加一二就好了 我們大聲在等下 onlooker onlooker bystander bystander 旁觀者看熱鬧的人 但是一定記住李老師嘱咐的 look on stand by 加冰語意思就變了 look on 加冰語固定搭配是 look on a as b 什麼意思啊 把 a 看作是 b 不是旁觀了啊 回憶 we look on her as a daughter 我們把它看作親生女兒 視如己出 就把 a 看作是 b stand by 如果加 summer 作冰語意思完全相反了 要翻譯成支持幫助某人 而不是袖手旁觀 你看這個搭配決定海氣搭配多重要 支持幫助某人 he stood by her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s 這個男人支持幫助的女孩子度過了 這段艱難的這個時期 你看 stand by 單獨使用叫看熱鬧 stand by 加冰語是支持幫助某人 所以英語中確實寫作是很精確 確實使用時不能馬虎 差一點就錯了 好 再回到集中 為什麼他在看折騰呢 因為他迫切地想看一看 他的演員同事是不是把台詞背來了 這個咱們說了 本文中的 anxious to see 到劇末 是一個蜚蜚動詞對方圓圓狀語 為什麼嗎 因為他想看這個 所以他旁邊很急切地在看折騰 本文中可以看到省掉了 being 我們說了 being 因為這搭配本來是 be anxious to do 急切地去做某事 變成廢位動詞之後 當然把 be 換成 being being 一般可以去掉 廢位動詞 獨立主格中出現的 being 一般來說都能去掉 一不去掉當然也完全正確 也可以 這個也是舊智點的複習 咱們複習一下第16課 瑪莉有一頭小羔羊裡面 在74頁的第13行 74頁第13行 ashamed 是個形容詞 短語 後面叫 off 對自己剛才如此魯莽形式感到很羞恥 Dimitri向 Aleko來道歉 因為剛才曾經指足過他 因為對自己魯莽形式很羞恥 ashamed 前面依然可以看到省略了 being ashamed 為什麼呢 這廢位動詞 廢位動詞的邏輯主語是誰呢 就是 Dimitri 主句主語還是他 所以這種廢位動詞正確 但 being 一般可以去掉了 本文中也是 是 那麼 anxious 前面省略的 being 是誰急切呢 就是這個 欲卒 主句主語還是Jaylor 同意了 用廢位動詞 但這個 being 是被省略了 這是老智的複習了 當然 急切地做模式也是複習 be anxious to do be eager to do be impatient to do be itching to do be desperate to do be dying to do 都可以表示非常迫切的 想去做模式 ang是急切的 急切的 很不耐煩的 是等的不耐煩了 這個 itching 心裡很癢癢的 desser 不顧一切地要做模式 答應快想死了 總而言之 特別想做模式 還有一個 can't wait to do 也是表示 oh I can't wait to see the movie 我非常想看的電影 用它也行 這是複習 本文中選擇是 anxious這個詞 為什麼沒有選 eager呢 因為前面出現了 eagerly 再用 eager to do 這個搭配就充了 把這個看看清楚 看看他的演員同事怎麼樣 演員同事fellow actor 又是咱們老知識複習 複習第四課 26頁的第十二行 26頁的第十二行 Elf did this for over two years and his fellow Desmond kept his secret 阿爾夫這事做了兩年多 並且他的演員 垃圾工同事幫他保守秘密 fellow Desmond 這垃圾工同事 本分是他的演員同事fellow actor 你看表達是一樣的 我們講了fellow後面加名詞表示 身份與自己相同的人 你是垃圾工 我也是 咱們是同事 你是演員 我也是 咱們是同事 是這個意思 當然fellow student就是同學了 你是學生 我也是學生 咱們是同學 還有我們以前見過的這個大飛 這個片段 這個片段相信大家還記得 肯尼迪就職演說中的片段 著名的名句 因此so my fellow Americans 怎麼翻譯呢 因此我的美國同胞們 這不是同事了 你是美國人 我也是美國人 咱們是一個國家的同胞 那麼不要問你的祖國能為你做什麼 問你能為你的祖國做些什麼 精彩的句子 明句 咱們再聽一遍 看看能不能把這句子背下來 好 再來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這個所以呢 本文中說 他是看的演員同事怎麼樣 had at last learned his lines 是不是最終把他的台詞 line 是台詞 是不是背下來了 背起來我們說 learn something by heart know something by heart 可以 也可以單獨用learn something 剛剛他講了 沒有by heart也行 但know單獨使用不能表示背送 你看本文中出現了三次背下來 表達都不一樣 第四行出現的是 再看看啊 題目 課文第四行出現的是 know their parts by heart 把台詞背下來了 第十一行出現的是 learn the contents of the letter by heart learn by heart 也是背下來了 本句 在本句中出現learn his lines 但都用learn這個詞 後面沒有加這個by heart 三個表達都出現了 而且前面台詞用的是parts 這類台詞換成lines 從名詞表達也不重複 所以你要替換的話 大腦裡有存貨 否則你不知道怎麼換的話 還是往來 像句話說 the noble stared at a blank sheet of paper for a few seconds 這個貴族 stare at 咱們似乎中講了 是怎麼一個看 stare 瞪大眼睛凝視 瞪圓眼睛 沒有字 這個怎麼辦呢 他瞪大眼睛凝視 瞪幾秒鐘 再想怎麼辦 這冷場了 救場如救火 這怎麼辦呢 後面突然來的極致了 他說 then screened to his eyes he said the light is dim read the letter to me 然後瞇起眼睛來 他說光線太暗了 把信讀給我聽 他是貴族 確實有這權利 命令他讀給我聽 把球踢到那邊去了 這個 screened one's eyes 在詞語中講過 就瞇起眼睛來 特別是強調 因為光線不清 看不清楚 不行 光線太暗看不清 你給我讀一讀 瞇起眼睛來 所以這個後文呢 咱們看中文翻譯 可能是有點問題 咱們看這個譯文 看110頁譯文 這個倒數第四行 譯文的倒數第四行 111頁 後面翻譯成 然後眼珠一轉 盯著白紙看見 眼珠一轉 本文中不是眼珠一轉 這個翻譯錯了 是瞇起眼睛來 假裝看不清 光線太暗了 是這個意思 但 screened to one's eyes 在這兒 是非為動詞做壯語的 為什麼他重點 是後面的he said 你看這個人兩個動作 一個是瞇眼睛 一個是說光線太暗 讀給我聽 哪個動作重要 當然是後面說的這句話重要 如果沒有這句話的話 後面情境沒法開展了 瞇起眼睛是伴隨動作 所以把它當作非為動詞了 我們說主要的動作 往往留在主句當為動詞 次要動作把它壯語化 邊緣化 這又是一個老字的這麼一個複習 當然我們先看看這個 後面這個 read a letter to me 這麼一個小結構 這個先把它幹掉 read something to somebody 把某個東西讀給某人聽 也可以倒過來說 倒過來沒借詞 沒辦法建一個寄一個 read somebody something 把某個東西讀給某人聽 這也行 read me the letter 把他變成這個 read a letter to me 可以變成read me the letter 把信讀過我聽 這個搭配可以替換 一樣的 然後貴族眯起眼睛來說 光線太暗了 把信讀給我聽 你看這個句子 咱們看 這個這個這個 亞歷山大寫的不錯 但是我們自己寫呢 搞不好形容這個情況 Then he squinted his eyes and said the light steam read a letter to me 然後呢 他眯起眼睛來 然後說 光線太暗 把信讀給我聽 又受到中文影響了 大家還記得嗎 中文是個竹子 他都是一群一群的 看不出哪個動作重要 但是你如果and連接的話 說明眯眼睛和他說 重要性是一樣的 而在本文中 他重要性明顯是不同的 這又是咱們以前的老知識 再複習一遍 漢語的特徵 它是連續使用動詞 叫平行語 或者連動句 它幾個動詞之間 看不到明顯的重要性的差別 這叫paratexis 而英語中剛好相反 它是有層次語 叫hypotaxis 什麼意思呢 突出重心動詞 思要動詞 王府的壯語化 本文中再次看到這個傾向 他說光線太暗 讀給我聽 這個重要 瞇眼睛是個伴隨狀態 所以把說當作這個衛動詞 把前面那個squinting 你看說重要怎麼辦呢 he said 保留了前面he squinted 變成squinting his eyes 這突出了重心衛動詞 他說 這是好句子 這個你不信看下一句話 跟他類似 再往後看 and he promptly hand the sheet paper to the dealer 並且立刻呢 把這張紙就遞給了這個看守 promply這個副詞是個複襲 promply咱們在十四個貴族歹徒中講過 還記得有什麼意思嗎 promply這副詞 兩個意思 第一個叫準時的 第二個叫立刻馬上 準時力還有立刻馬上 本文中當然是立即立刻 你有沒有約定幾點鐘 怎麼會準時呢 立刻把紙扔給他 你給我讀吧 看你怎麼辦 你看下面一句話中突出重點了 你看下面怎麼說 finding that he could not remember a word either the jitter replied the line is indeed dim sire I must get my glasses finding 在這還是非謂動詞 當圓暈壯語 因為發現 後面這個那是避譽從句 做find的避譽 因為發現他也一個字也記不住 於是乎這個 御祖回答說 這光線的的確確定的昏暗 dim叫昏暗的 陛下 我必須去後台求眼鏡去 我得去拿眼鏡 我確實看不清楚 御祖發現他也一個字也記不住 於是他回答說 陛下光線太暗 你看咱們自己寫 搞不好這句子寫成這樣了 這個英語句子更像中文 這位御祖發現 他也一個字也記不住 因此他回答說 光線太暗了 把信讀給我聽 這個確實更像中文 這個御祖發現記不住 所以他說光線太暗 這個從中文表達呢 看不出太大差別來 但是你看看 這個御祖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他發現 他一個字也記不住 第二個是回答 光線太暗 我必須拿眼鏡去 你說這個發現 他記不住 跟他這麼去回答 哪個重要啊 明顯是本文中 後面他回答說 我必須後台拿眼鏡 要不然這故事還是沒法去 去鋪展下去了 關鍵的地方 reply 怎麼辦呢 把他當未動詞好一些 但是你這裡重心便宜了吧 為什麼 so是個結果壯語從句 你把這個reply放到壯語從句中了 而這個found是主句未動詞 這個重心反了 所以怎麼辦呢 改過來finding 把前面變成非未動詞 然後到後面 the jailer replied 後面變成主句了吧 這個御祖回答說 這是重點突出 主次分明的曲子 咱們越看越多 心裡就越來越有根了 這是好句子 好句子啊 咱們再複習 這是咱們以前說過的 一個chenglish 一個中式英語 他看了看表 然後看見現在是1點鐘 但是大鐘敲了13件 然後大鐘停了 你看and but and 都是並列 但是這是13等於1 第二課中的一個片段 我們看這裡面哪個信息重要 他看了看表 然後看見現在是1點鐘 看表跟看見是1點鐘 哪個重要 看見是1點鐘重要 它13等於1啊 看表那是次要的嘛 所以說看見這個重要 後半句呢 大鐘敲了13件 然後大鐘停了 大鐘敲13件 跟大鐘停了哪個重要 敲13件重要 它怎麼叫13等於1呢 它停早晚得停啊 不可從總敲去 怎麼辦呢 這兩個當未動詞 那兩個把它邊緣化壯語化 你看原文是這麼說的 第二課原文是這麼說的 looking at his watch 非微動詞了吧 它看見 逐句微動詞 現在是1點鐘 但是呢 the bell struck 13 times 敲了13架 before it stops 這個 song 放到了時間壯語從句裡面去了 也是邊緣化了 突出了看到1點鐘 但是敲13下 13等於1 這個重點就突出了 所以多算鑽研好句子看到 句子寫得對 跟句子寫得好 完全是兩重境界 寫得對太簡單了 但寫得地道 才能在協作部分拿到優秀的成績 但是這個確實值得怎麼好好去去鑽研 尤其是新開店語 那就好好鑽研鑽研 好看一下句話 with this he hurried off the stage 一邊說著這句話 他一邊匆匆忙忙走下台去 這個with this 這個with在這 是借詞随著 這個this 就是上面這句話 光天灘我必須拿眼鏡這句話 一邊說著這句話 一邊就下台了 這個with表示隨著一定是借詞 with後面加名詞或名詞端語 再長它也是名詞 因為這個with是借詞 隨著春天的到來 with the coming of spring 注意不要說with the spring of coming 春天的到來 先說到來 什麼到來 春天的到來 這跟中文語敘述是煩的 這個with還是借詞 後面是名詞的語 咱們說幾個吧 隨著聖誕節的臨近 先說臨近 臨近可以用approach with the approach to Christmas 隨著聖誕的臨近 再讀一下接近臨近靠近的意思 approach approach 這個可以這麼說 再進一步說 隨著戰爭的爆發 with the outbreak of war 戰爭的爆發 outbreak就好了 同樣的 隨著科學的進步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什麼什麼的什麼 注意這個語序 跟中文是反的 這都是隨著 但是我們看這句話 對不對 with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隨著證據 開始慢慢積累起來了 這也是隨著 這句話錯了 後面得打一個X 為什麼呢 with是借詞吧 後面跟從句了 began是畏動詞 從句前面需要個廉詞 廉詞隨著是哪個詞呢 咱們再複習第一課中 隨著證據開始慢慢積累起來 第一課中用的是as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隨著證據開始慢慢積累起來 動物園的專家覺得必須調查了 注意同樣是隨著 with是借詞 as一定是廉詞 英語比中文真是討厭的多呀 中文對詞性不那麼很敏感 但英語中不行 Hurry是匆忙地走 Off是離開 匆忙地離開舞台 匆忙下台了 好 看後面 Mushed to the aristocrat's amusement the jailer returned a few moments later with a pair of glasses and the usual copy of the letter which he proceeded to read to the president 最後一句話 還是個重點劇 咱們好好看一看 先看語法的分析 那麼第一行 這個窦號前的畫橫線的部分 在劇中明顯是借詞短語做壯語 使這位貴族感到大為好笑 大為開心的事 你看本來呢 是這個看守想拿他尋開心 結果最受呢 他笑到最後了 他覺得這看守很可笑 這個看守譽族呢 哎呦返回了 這是劇的主觀結構了 什麼時候返回呢 a few minutes later 這是時間狀語了 過了幾分鐘之後 又回來了 with一直到劇末 明顯就是一個半歲狀語 拿著這個東西 並且呢拿著什麼呢 拿著一副眼鏡 with a pair of glasses 還有什麼呢 and 注意一副眼鏡 這個畫橫線的 跟and後面的畫橫線的部分 都是做with的編語 第一個是拿著一副眼鏡 第二個還拿著 往常的那封信 我們說了copy依然不是拷貝 是那封信 那封信那個量子 這封信怎麼樣 塞加定義從句修這個信 他把這封信 再接著讀給這個囚犯聽 這個定義從句是形式上的定義從句 也不能說拿著一封一會兒要讀 為他聽得信 依然類似於咱們的這個病 這病的句 and he proceeded to read it to the prisoner 對吧 咱們這麼寫囉嗦了 為什麼前面這個letter 就是read it 後面的it 用wish就好了 這是語法成分做個分析 咱們下面看詞法細節 首先看這個 十某人大為什麼的事 十某人什麼的事 這個to once 加一個表示感情的名詞 這個大家一般都知道 比如說 to once amusement 使某人覺得很好笑的事 像to once surprise 使某人驚訝的事 to once dismay 使某人驚惡的事 dismay咱們講過 哎呦 又驚訝又沮喪 咱們第七個說過 還有像to once delight 使某人高興的事 to once sorrow 使某人傷心的事 to once excitement 使某人興奮不已的事 這都使某人什麼什麼的事 本文中呢 變得更複雜一些 前面加那個程度詞mudge 叫使某人大為什麼什麼的事 這個時候有一個變化 我們可以在前面加副詞mudge 來加強語氣 也可以在這個 表示感情的名詞前 加形容詞great 注意這形容詞 放在名詞前 都可以表示 使某人大為什麼什麼的事 本文中mudge to the risk of amusement 把前面mudge去掉之後 在amusement前面叫great 使我大為驚訝的是mudge to my surprise 是不是更說to my great surprise 這兩個搭配是可以替換的 好 使某人 是這個大為好笑的 本文中使貴族覺得大為好笑的是 怎麼樣呢 這個return回來了 a few moments later 就過了幾分鐘之後又回來了 並且拿著一副眼鏡 還往常的那封信 注意後面他然後把這個信又讀給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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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囚犯來聽 我們說了這個which引導的定義重句 其實相當於and he proceeded to read it to the prisoner 但是你前面有and的連詞 得加連詞兩句的連接 後面還有it 但前面末尾就是那封信 所以被and跟it並在一塊 用wish就好了 這再次看到形式上的定義重句 你看再看一下例子 he violently beat the boy and the boy later died from the injuries 咱們舉過這個例子 他粗暴地打了這個孩子 後來這個孩子因為外傷而死了 這多啰嗦呀 多啰嗦呀 為什麼呢 你看這個and the boy the boy的主語就是上句話末為the boy 用定義重句了吧 he violently beat the boy who later died from the injuries 但這不是定義 你不能發現 他粗暴地打了那個後來死掉的男孩 這不同順吧 他打了那個男孩 後來這個男孩因為外傷死了 這又是一個形式上的定義重句 有時非現代性的重句也行 你看 he said he had lost his watch but it was not true 他說他表丟了 但是這不是真的 他騙人 這個主語it 是不是就末尾呢 he had lost his watch 這句話吧 那麼也就是這句話 乾脆用wish就好了 he said he had lost his watch which was not true 他說的表丟了 但是這卻不是真的 這個課文的細節我們看完了 那麼本文中呢 他表達這個中心思想是什麼 咱們看看 用幾個習語看一看 哪一個能表現出本文中這個中心思想 咱們看113頁的第一題 113頁的第一題 好翻書咱們最後看一下 113頁第一題 他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roverbs sues the gift of the story best 他說下述的proverb叫諺語 叫諺語格言 下面哪一個諺語 suit 叫適合 後面這個gist 叫阻止中心思想 它的要意 如果是笑話呢 就是那包袱最關鍵的地方 下面哪一個諺語最適合 本文這個故事的中心思想呢 它的要意 它的要點呢 咱們看給了四個 諺語其語 第一個 he laughs last 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 笑到最後的人 笑得最好 選A正確了 本文中這個 一族笑到最後 他笑的是最好的 本來他是被取笑的 但集中生智 就取笑了那個看守 這是語序發生變化了 正常語序就是 he who laughs last laughs best 這是把那個定義從去後製的 他修飾的還是主語那個he 好了 第二句話叫speech is sure but silence is golden 叫做熊便是銀沉默是金 這個諺語順便可以記住 但是不符合本文中的這個主旨 C呢叫look before you leap 三思而後行 這個leap咱們講過 用力往遠蹦 講過吧 蹦以前先看看有沒有坑 三思後行 最後一個 Don't count your chickens before they're hatched 在這個雞還沒有孵出來之前 先不要數你這個雞有多少隻 就是蛋上未孵莫屬雞 如意算盆莫芒達 就是不要樂觀太早 你這個雞還不見得都能孵出來呢 這時候先別數它 有人剛幹了半個月之後就算 哎呀發工資能發多少錢呢 能掙多少錢呢 這個這個能不能拿到錢很難講 背不住還要去討心呢 這很難說啊 不能樂觀太早 但是不符合本文的主旨 但這四個確實都是長期的諺語 咱們願意記的話可以記記 符合本文主旨是第一個 笑到最後的人笑得最好 好了 二十二課也是一個非常精彩 有趣充滿樂趣 同時滿都是重點支點的一個好的文章 希望大家把這片段咱們整個的好好多看幾遍 把老師講的支點牢牢記住 好二十二課我們跟李老師就學到這 謝謝同學們